院长 各位老师 同工 同学平安 时间真快 转眼这个学期已经到了尾声 我不知道大家习惯了没有 我们学校已经一年都用网路上课了 过去这一年我们没有办法到学校 我们只能在自己所住的地方 自己的教会 自己的城市 甚至有些人已经回到中国去了 然后我们在网路上面上课 或许大家也渐渐适应了 想想也不错 我们就在家里可以上课 当然还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未来也需要克服许多的障碍 看看怎么样把这个神学院 办得非常有果效 我们希望大家住在一起 因为那样可以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 也可以发现自己的极限 可是短暂时间我们暂时这样分离 也并不是没有好处 可能最不适应的人是像我这样 我习惯舟车劳顿 我习惯看着飞机要降落在巴塞罗那机场 外面的景色 外面的景色 内心的感觉 要离开学校的依依不舍 但是这一年 我也渐渐习惯了 我相信明年 当我再一次可以坐飞机到学校去 我仍然会有那个熟悉的感觉 现在面对荧幕跟同学上课 我老实说我还不是太习惯 我喜欢跟同学在一起 但是暂时我们目前既然只能这样 我们也是好好的仰望主 过去十四年来 我第一次超过一年没有到学校 老实说真的还蛮想念大家的 想念院长 老师 同工 当然还有同学 虽然你们一届一届的毕业 院长祖父我在今天的周会 和各位做一点分享 我就选了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 到第三章第四节 和各位分享属灵生命成长的阶段 属灵生命成长的阶段 曾经有一位信主多年 也很爱主 在教会很多服侍的姐妹来找我 提到她在工作上的一些困难 她的困难并不是 事情上难以处理 而是她的属下有一个 找她麻烦的人 那个找她麻烦倒不是真正的攻击她 而是就是很难把她的工作完成 所以她有时候会很生气 她想表现出她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 她怎么样帮助她 可是她没有办法做到 她问我说怎么办才好 这个问题真的不好回答 在美国有一个牧师很有名气 他除了讲到出书 他能够上电视做广播 尤其现在用网路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讲员 他成为许多人的帮助 但有一天他却跌倒了 而且跌倒得蛮严重的 我想不仅美国的牧师有这种状况 我们华人牧师 或者传道人这种情况也很多 很多弟兄姐妹很困惑 说怎么会这样呢 我想今天用这一段的圣经 跟各位分享 到底是怎么搞的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 到第三章第四节 提到启示智慧的圣灵和我们人类的关系 这位启示智慧的圣灵和我们人类的关系 到底圣灵和我们人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经文等一下我们还会全部都读到 而且我会把它分类 所以我们就不把它先读一遍 但这一段我们归纳出一个原则 那个原则就是属神智慧的得着 在于圣灵主动感动世人 属神智慧的得着 在于圣灵主动感动世人 但属灵生命的成长 在于我们愿意顺服圣灵 属灵生命的成长 在于我们愿意顺服圣灵 在这边保罗用好多的篇幅在讲 到底什么叫做智慧 他心目中的智慧 到底有几种智慧 我们是如何可以得着属神的智慧 保罗在这边也告诉我们说 得着属神的智慧之后 是不是就能够活出正常 正确 属灵的生命呢 而这个属灵生命又是如何成长的 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才能够成熟 如果我们不成熟 我们的表现又是什么 保罗在这段里的圣经 提得很清楚 但由于我们不是很了解它的整个的结构 跟它的用语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明白 从人类来看 有些人的智慧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会发现 而有些人的智慧是 后天因的知识 累积经验印证 慢慢发展出来的 我相信我们有时候都会说 这个人好聪明 或者这个小孩子特别有智慧 或者我们说 哇 这个老年人讲话 很能启发我 所以我们人类对智慧有一些看法 但保罗在这边却不高举这种智慧 反而贬低这种智慧 他说六节 七节 八节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 我们也讲智慧 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 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 神奥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事以前 预定使我们得着的 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 没有一个知道的 他们若知道 就不把荣耀的主 钉在十字架上了 可见他所高举的智慧 是神的智慧 是认识神能力的智慧 和我们所想的智慧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没有弄清楚 他的智慧定义 跟我们一般所了解智慧的定义 所以我们会有点混淆 其实保罗在这边 并没有在讲那些智慧 而当他讲到人类的智慧 拿来跟认识神智慧相比的时候 他说这个根本不重要 这根本不重要 或者我们会这样讲说 这个不过是个小聪明 这是个小聪明 这是人类的聪明 保罗说 那个真正的智慧 他所强调的智慧 只有神的灵 也就是圣灵 才能够赏赐给我们 才能够启示给我们 而这个智慧的得着 与我们对赤智慧之圣灵的顺服与否 就决定了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阶段 因此我以下就分成四段来讲 到底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怎么样的状况呢 各位或许可以看讲义 或许可以看投影片上面说 未经圣灵启示感动 没有认识神的能力 有一种人 他是没有被圣灵启示感动 他没有认识神的能力 这种人在这一段圣经 也是我们一般称为属血气的人 属血气的人 请我们来念第二章的八十一十四十六节 第八节 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 没有一个知道的 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 钉在十字架上了 十一节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 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十四节 然而 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 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愚拙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 才能看透 十六节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 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这四节当中共有六个 不知道 加上一个不能理会 清清楚楚表明了 这里所谓的属血气的人士 没有认识神的能力 原来一个人能不能认识神 与他的知识无关 与他的经验无关 与他的能力无关 与他的态度无关 与他的种族无关 与他的地位无关 甚至与他属世的智慧无关 因此第八节说 这智慧 世上有权有位的人 没有一个知道的 就是这种智慧 就是认识神的智慧 没有一个人知道的 他们如果知道 就不把荣耀的主经 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这里的智慧 是指认识神的智慧 而不是我们通常说 这个人聪明不聪明 有远见没远见的人的智慧 亲爱的同学 认识神的智慧 在这边说 不是人里面有的 因为这个不是属人的事 所以人没有能力知道 人也没有机会知道 所以十四节告诉我们说 属血气的人 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余着 并且不能知道 一个人如果不理会 或不接受 或不能知道 他当然得不到 就是我送你一个东西 你要说这是什么 然后你要说我懂 第三你要说好我接受 否则我要给你 你也拿不到 这里提到一个人 怎么会信耶稣呢 是神给我们 是神把那个智慧给我们 所以我们就有那个智慧了 我记得在九几年的时候 到北欧去 我非常喜欢举这个例子 因为我碰到一个 非常聪明的孩子 也不是孩子了 二十多岁 他已经念完博士了 是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 念完博士了 应该是在北欧念博士后 或者还在瑞典拿到博士学位的 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 发现他非常的聪明 可是他对于神的事情 毫无所惜 他不了解 你怎么跟他解释 他都不明白 如果我们不能知道一件事 我们当然不会接受一件事 你不要说这样子的困难 我们举一个小例子来说 我们有时候看人变魔术 对不对 他在你的面前变了五遍十遍 你还是看不懂 你就觉得怎么这么厉害呢 他怎么可以这样一弄 那事情就怎么样发生了呢 因为我们不能体会 不能理会 所以我们不能接受 怎么会这样 你一直想怎么会这样 他就是这样变了 后来 如果把这个魔术解开来了 原来是这样 那因为你有那个答案了 就觉得很简单 同样的 我们在属神的事情上面 也是这样 十一节告诉我们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能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 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然而属血气的人 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余着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是唯有属灵的人 才能够看透 可见一个人能认识神 能接受神 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智慧 推理认识能力 必须有神圣灵的工作 没有神圣灵的开启 没有神的感动 一个人是没有认识神 能力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 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 我们很挫折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讲清楚了 而且我们真的把福音 讲得很清楚了 他看起来都懂 更让我们难过的事情 是这个是个好人 他又有学问 又有品德 他也对基督信仰有好感 但是就是信不下去 他就没办法信 我想这里 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答案 那就是他不是故意不信 不是故意找麻烦 而是没有圣灵的感动和启示 亲爱的同学 将来你们毕业之后 你们会做传道人 或者你们现在已经在教会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会同工 我们必须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人可以信耶稣 当然你传福音很重要 你的生活见证更重要 他能不能够理解某些事物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也很重要 但最重要的并不是这些 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很挫折 就觉得说我能讲的都讲了 而且我真的很爱他 他又是一个好人 但是他没办法信 我们称这种人叫做属血气的人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一点都没有贬义的意思 只是因为他没有圣灵的感动 他没有神灵的感动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办呢 亲爱的同工 亲爱的同学 将来你们毕业之后 一生都会碰到这样子的事情 就是我们传福音 我从很年轻就信耶稣 所以我很努力传福音 我正在大学的时候 天天传福音 你知道那种挫折 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有些人坏的要死 你一传他就信 有些人好的要命 你怎么传他都不信 所以约拿我们 其实是稍微能理解的 他气得半死 这泥泥为人 怎么一传就信 他在想想自己 自己是属神的 神的话都不听 他在比比人家 尼尼为人 怎么一讲全程都信了 亲爱的同学 我希望你将来 做传道人之后 你要明白这件事情 他不是故意不信 他不是故意找麻烦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一 要好好为他祷告 求圣灵感动他 二 我们在他面前 继续做见证 不用用威胁的话 不用用恐吓的话 说你不信 你就下地狱 这种话不用讲 因为你讲了也没有用 他能不能信 是神的灵 能不能感动他 因此他是一个 属血气的人 你是没有办法 让他信耶稣的 第二 如果一个人 已经蒙了圣灵光照 拥有认识神的地位 我们称为属灵的人 相对于属血气的人 圣灵上 称另外一种人 为属灵的人 其实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 一个属血气的 一个属灵的 什么叫属灵的人呢 属灵的人不是说 这个人比较有灵气 这个人看起来很聪明 这个人看起来有智慧 是高人一等的人 不是 保罗在这边讲到属灵的人 乃是说这一个人 是一个透过圣灵的显明 光照 他知道属神的事 他能认识神 那我们来读第九到十二节 跟十四节 九 第九节 如今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 所预备的是眼睛 未曾看见耳朵 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只有神 借着圣灵 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奥秘的事 也参透了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 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十二节 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然而 属血气的人不能领受神 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余着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 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从这五节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属灵的人 是指因为圣灵的工作 启示而能认识神的人 这些人在知识上 在生活技能上 在性格上 甚至在品德各方面 不一定比属血气的人更强 更好 更聪明 更有能力 其实我们看到 反而是更愚拙 对吗 很多次我们发觉很奇怪 这世界上那些聪明人 都不信耶稣 反而是那些笨的人 对了 我在说我呢 我也在说你呢 我们这些笨的人不就信了吗 这并不是我们比较厉害 乃是圣灵开启了我们 所以我们就明白了 如果我们真正明白这一段 我们会发现 原来我们可以认识神 可以知道神的事 可以明白一些属灵的道理 都是圣灵工作的结果 亲爱的同学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每次上课都要祷告 那个不是一个形式 是我们真知道 我们没办法 我们祷告 有的时候我们读属灵的东西 属灵的书 圣经 我们也祷告 那个祷告不是个形式 那个是恳求神 恳求圣灵来感动我们 什么时候我们祷告 变成形式化 我们就启动人的 自己的智慧 要来明白神的事 什么时候我们真的 渴慕神 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我们就能启动 圣灵在我们里面 所给我们的智慧 来认识神 有一对夫妻 他们两位呢 都到三十几岁没信 这妻子呢 态度比较强硬 家里的事都他在负责 先生嘛就觉得说 太太聪明嘛 太太能干 都听太太的 没想到太太信耶稣了 他信耶稣之后呢 就变了很多 以前不顺服丈夫的 现在顺服丈夫了 以前做事情 唯我独尊的 现在也就慢慢的让步了 他就很想 他先生也信耶稣 他就传福音给他先生 他不明白 为什么像他这样顽固 强势的人都能信耶稣 他的先生比他脾气好 个性好 却不肯信 他因为先信了 他的行为也改变了 其实应该能感动他的先生 可是他就发现 他先生就是没有办法信 他这个先生呢 是我们 在我们教会很久 我们也常常跟他接触 很多年他都没有办法信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论到 讲到圣经里面的一些道理 他都懂 你讲到耶稣基督 降世为人 复活升天 他也说 他能接受 但他就不能信耶稣 做他个人的救主 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 这个先生信耶稣了 他也相信了 也受洗了 我们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会信呢 现在 他说他不知道 我说那以前 你为什么不信呢 他说他也不知道 他说 他太太 讲的都很有道理 可是他信不下去 他说他现在信了 也不觉得特别有道理 但就是信了 我告诉你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当圣灵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信了 我常常替人施洗 我总是跟那些受洗的人说 因为我要给他们施洗 我跟他们讲 我说等一下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信圣父圣子圣灵 三一的真神吗 然后 我也不等他们回答 我就跟他说 你必须说我接受 或者我相信 因为这并不是 你能明白的 所以就接受 我相信就好了 因为你不明白 我告诉各位 我到现在 为什么是圣父圣子圣灵 他们三个怎么分工 他们三个怎么运作 为什么三会不是一 一会是三 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过 但是你问我信不信 相不相信 接不接受 我相信 所以这种相信 就不是从人来的 这种相信是从圣灵来的 所以这个叫做属灵的人 不是这个人很属灵 我们说哇 这个人很属灵 不是我们那个意思 属灵的人是 灵让这个人明白了 我们称为他属于灵 我们说一个人好属灵 不是这个意思 我自己 在相信主的事情上面 也是这样 其实大部分事情是不明白的 按人的理智不明白 但是我就接受了 就接受了 所以在这边 我们看到保罗讲的 第一个是属血气的人 就是圣灵没有开启他 他没有办法认识神 一种人叫做属灵的人 是圣灵开启他了 他得以认识神 也接受神了 第三种人 就是思想行动如同世人 属灵生命不容易成长的人 我们称为属肉体的人 属肉体的人 属肉体的人并不是属灵人的相反 我们说这个人属灵人的相反 是属血气的人 属灵的人是指这个人有灵在里面 属血气的人是这个人没有灵在里面 而属肉体的这个人 是那些已经蒙了圣灵光照 他其实是属灵的人 但是他的行动好像是人 他的属灵的生命不容易成长 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到四节 保罗跟他们说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我是用奶喂你们 没有用饭喂你们 那时你们不能吃如今还是不能 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 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 这岂不是属肉体 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有时候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波罗的 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所以属肉体的人 跟属血气的人 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属肉体的人是指一个人 有圣灵的感动 已经能体会神 认识神 并且接受神的人 而属血气的人是 还没有经圣灵光照 所以他没有办法认识神 他也没有能力接受神 所以保罗在这边第一节说 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所以你们是属灵的 但是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你们是属灵的 但是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 所以在这边 其实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 有一种人 他已经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 因为圣灵的感动 但他却属肉体的 保罗当上称他们是属肉体的人 属肉体的人虽然已经是基督徒 但是他却没有基督徒 应该有的表现 他虽然外表 他好像也是基督徒 他在教会面做同工 他也来聚会 他也服侍 可是他属灵的生命却像婴孩 什么叫做婴孩 保罗在这边说 只能给你们喝奶 不能给你们吃干粮 只能让你们吃那个 非常简单的食物 不能让你们做太过复杂的食物 一个婴孩只能吃奶 不能吃干粮 也就是他的生命的成长 是靠最基本的食物 最容易消化的食物 他没有办法接受比较高深的道 属肉体的另外还有一个表现 就是他的生活思想行动 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没有两样 他看重名看重力看重权 亲爱的同工同学 你们毕业之后进到教会 可能大部分的教会比较像格林多 他们是属灵的人 但却是属肉体的 也就是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问他信不信耶稣 真的信 怎么信的 就信了 就真的信的 真的信的 可是他的整个的观念 好像世人一样 跟世人没有两样 他也价值观 他也钱 名 什么他都要 换句话说 属肉体的人他虽然是基督徒 但他的外表没有一个基督徒 应该有的样子 甚至他的内心思想价值判断 对外界刺激的反应 跟没有接受主的人 看起来是一样的 跟他以前也没有太大的改变 其实 婴孩的行为 或者我们说属灵婴孩的行为 跟所谓婴孩的行为 是有一样的特性 就是他 他马上要满足 他马上要满足 其实一个婴孩真的很可爱 他是有生命的 他是活的 他会笑 他会哭 他有生命的表现 可是一个婴孩 他的整个生命的表现是 不能自治 不能忍耐 他要立刻满足 小孩子他 婴孩他要拉就拉 要杀就杀 肚子饿了就哭 他不能忍耐 这个是个过程 所以当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希望每一个祷告神都垂听 其实神也恩待我们 每一个祷告他都听了 我们希望别人爱我们 也真的很多人爱我们 可是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 我们就发现 为什么我们每一 不是每一个祷告神都垂听了呢 因为我们长大了 神可以延缓我们的满足 神为什么延缓我们的满足呢 因为那样更好 那样更好 属肉里的人还有一个表现 就是他跟着别人的价值观走 他不依从神永生的价值观 别人要名 他也要名 别人要钱 他嘴巴说 我没有 其实他心里面更要钱 他很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 这些都是属肉体的人 属肉体的人 哥林多教会看起来有不少这种人 所以保罗跟他们说 你们是属肉体的 不能把你当作属灵的 亲爱的同学 你是属肉体的 还是属灵成熟的人呢 将来你出去慕会 你会碰到许许多多属血气的人 第二种就是属灵 但属血气的人 属肉体的人 第三种才是我们希望要的 就是立志顺服圣灵的带领 属灵生命逐渐成熟 那叫做属灵成熟的人 我们最后念完这一节 我们就要结束了 第二章的六 七 十二 十三 十五 在这段当中 保罗也提到一种就是属灵成熟的人 他怎么说呢 他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 我们也讲智慧 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 将要拜王之人的智慧 我们讲的 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事以前 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 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将圣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 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了他 保罗说他并不是从来不讲 神的智慧 那要看对象 保罗对某些人讲属灵的话 而这些属灵的智慧 就会带给我们完全 这个完全这个字更好的翻译 其实是成熟 他说然而在完全的人当中 我们也讲智慧 这个完全更好的翻译是成熟 因此在成熟的人当中 我们也讲智慧 换句话说相对于婴孩的 那些属灵弱小的 保罗并不讲这么深 但对那些属灵渐渐成熟的 保罗也讲属天的智慧 成熟是一个状态 成熟是一个浮动的状态 也是一个相对的状态 我们会慢慢成熟起来 亲爱的同学 我不知道你没有进学校 到进学校到现在 你有没有渐渐完全或成熟起来 这一个学期你待在家里 留在你自己的国家 没有来学校上课 你有没有完全起来 成熟起来 亲爱的院长 老师 同工同学 我们是在这条跑天路上面 慢慢成熟 完全起来的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只 不是一个属血气的人 是一个被圣灵光照属灵的人 并且我们也慢慢脱离 属肉体的样子 成为一个属灵成熟的人 愿意各位 在进到假期以后 仍然有时间更多的亲近主 知道要怎么样 好好在世上活着 荣耀主的名 愿神 赐福各位 赐福我们的学校 请大家也为学校祷告 学校的经常费 学校要买地 学校要建校 盼望在不久的未来 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校舍 我们可以在一起生活 让我们欧洲华人教会 拥有成熟的牧者 愿神赐福各位 请不吝点赞福